南加州新桥社社团14日在盛盖博士举行新书《美国南加州华人新桥20年大型年鉴启动发布仪式》。 本书计划今年10月编辑成册,并于12月出版发行。 作为本书的发起人,美国华人联合总会荣誉会长成员表示,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,原因不断的中国大陆移民来到美国,被称为新移民。 但直到1994年,才出现第一个以中国大陆新移民为主的桥团。 即全美大西南同乡会,以此年作为节点,至今已有20年历史,该是总结过去历史的时候了。 美中文化协会会长林旭表示,新交团是新移民凝聚力的体现,也是新移民的缩影。 新交团所表现出的经济实力、文化素质、教育水准将直接反映出新移民的整体面貌。 当天,中国珠丹基总领馆乔务领事白东时,南加乔界以及民选官员代表马树荣、张素久、陆强、张铁流、沈时康等数十人出席了记者会, 并根据自己在美国的奋斗史为新桥20年的编撰献计献策。 从20年前第一个新桥社团出现,至今新桥社团已经超过100个。 此书将以新移民桥团为主线,反映各行各业新移民同胞的总体风貌,记录来自中国大陆新移民在南加州的奋斗史, 各个社团的成长建设历程,以及新移民在各行各业取得的成就等。 本台记者Larry,盛盖博士报道。